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微游房车型,我是老郭 今天我们为你介绍可能是美国最适合退休的十个目的地 你现在在考虑退休吗? 你希望在原居住地退休,还是搬到其他地方退休? 其实在美国,许多人退休后会搬到其他地方居住 当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是因为家庭原因,有的是因为生活成本原因 有的是因为气候原因 我听说有人选择在游轮上去退休 他们卖掉房子,然后搬到游轮上 据说他比住养老院便宜 我们今天为你带来的这十个目的地 是根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 也就是AARP发布的各种指标综合加权得出的 他们提供的参考指标有很多 我们主要考虑了其中四项指标 包括生活成本,医疗保健,天气 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 在这个名单上的一些地方的生活成本 可能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一些地方也没有最好的天气 但他们一定在其他的类别中表现优异 所以他们就上到了这个名单上 在正式开始前我要解释一下在下面介绍中 我们使用的生活成本指数是什么意思 打个比方 如果这个地方的生活成本指数是80 就意味着你在这里可以用80美元 买到在全国平均生活水平的地方 价值100元的物品 也就是说这里的物价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些 如果这个地方的生活成本指数高于100 就意味着这里的物价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好了 下面就是名单 第十名 新墨西哥州圣达菲 圣达菲位于美国南部的新墨西哥州 是一座外观看上去就很美丽的城市 即使普通住宅的建筑也很神奇 好像是继承了古老的西班牙风格 这里的房屋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 即使他们已经很破烂了 但看起来他们的审美依然很好 新墨西哥州圣达菲 是一座历史和文化都很悠久的城市 这里有温和的气候和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 这里的房屋中位数为53万美元 生活成本指数为93.6 一年世纪气候温和 他们的医疗保健被评为良好 我们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在医疗保健系统中 它有一个评比 这个评比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 分别为差 平均 良好 和优秀 医疗保健系统的好坏 其实对于退休人员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新墨西哥州圣达菲 有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为18.6% 第九名 科罗拉多州 斯普林斯 斯普林斯是科罗拉多州人口第二多的城市 和面积最大的城市 它位于一个山脚下 这座城市周围环绕着国家公园 开放空间 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官鸟小径 所以如果你是大自然爱好者 斯普林斯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斯普林斯属于大陆性半干旱气候 世纪风明 昼夜温差变化大 降水少 日照高 阳光充足 由于海拔高度和靠近山脉 使斯普林斯的天气全年温和 这里夏季是完美的 温度不冷也不热 冬季低到可以下雪的温度 也使得当地成为滑雪的地方 如果你想在这里买房 这里的房屋中位数为46万美元 斯普林斯的生活成本指数为95.5 他们的医疗保健被评为平均等级 人口中有19.1%的人口 在年龄65岁以上 第八名 爱达河州伯伊西 伯伊西位于美国西北部的爱达河州 是一座山城 气候温和物种丰富 拥有丰富的户外活动 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 伯伊西是一座山谷中的城市 他们的北部和东部有山脉 是一个很棒的居住地 现在不仅仅是那些想要逃离加州的人 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人 也正在搬到伯伊西 伯伊西的房价中位数为46万 属于中等 生活成本指数为88.5 这里天气温和 有明显的四个季节 冬天确实很冷 但夏天不会太热 他们的医疗保健被评为良好 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18.3% 第七名 佛罗里达州的珊瑚角 多年以来 佛罗里达州由于温暖的气候和美丽的海滩 就是美国人首选的退休之地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佛罗里达州 佛罗里达州有许多不同的城市 其中的珊瑚角是墨西哥湾沿岸的一座城市 这里气候温和 它拥有美丽的海滩和各种退休社区 在地图上 如果你要找它 它位于坦帕和圣彼得堡以南 靠近麦尔斯堡 这里是一个不错的小镇 它热情美丽 而且友好 这个地方真的很酷 房价中位数为47万 生活成本指数的统计数据为99.2 几乎达到全国贫穷水平 他们的天气被认为是温暖和阳光明媚的 这里的医疗保健等级被评为良好 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为18.8% 第六名 密西根州安纳堡 安纳堡是一座对比鲜明的城市 它既是乡村又是城市 既运动又聪明 既户外又高科技 它以密西根大学的所在地而为名 当地人享受着典型的中西部大学城的所有特征 拥有迷人而历史悠久的主尖道 两旁遍布书店礼品和小酒馆 安纳堡全年提供各种户外休闲活动 从温暖月份的皮划艇和3D自行车到冬季的雪鞋行走和滑冰 但安纳堡的税率对退休人士并不是特别友好 而且密西根州的司机支付的汽车保险费率是全国最高的 这里的生活成本指数为104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点 平均房价为41万 但这里的医疗保健系统非常好 指数为78.69 被评为优秀 其中有14.1%的人口的年龄在65岁以上 这里环境非常好 空气清新 景色到了秋天也很漂亮 但是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冬天 降雪比较多 冬天非常冷 如果你不喜欢冬天和下雪 这里不适合你 反正我是不喜欢在这么冷的地方退休 我觉得安纳堡能上榜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医疗保健系统得分很高 第五名 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 哈里斯堡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 在这里您可以轻松参加各种户外活动 骑行者和跑步者可以在河滨公园的小镜上 欣赏河滨的风景 你也可以在著名的阿布拉契亚步道上徒步旅行 或在附近的许多州立公园和森林露营 这座城市距离阿米斯乡村 格迪斯堡国家公园和好吃公园 将有很短的车程 那里有游乐园音乐会 以及以巧克力护理而闻名的好食水疗中心 附近大城市的周末度假圣地也可供您选择 其中纽约费城巴尔地摩和华盛东特区 距离这里只有几小时的车程 哈里斯堡的生活成本指数为90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 平均房价为22万 非常具有可负担性 哈里斯堡属于大陆性气候和 负热带温柔气候的过渡带 气候温和四季风明 全年降水平均丰沛 他们的医疗保健指数为83.80 被评为优秀 这里有17.7%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 第四名 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 圣安东尼奥是一座伟大的历史名城 位于德克萨斯州中南部 它有着源自西班牙 德国和美国的独特文化 也拥有丰富的历史 艺术和激动人心的美食 沿河滨步道向北慢行 你可以找到许多博物馆 馆藏从毕加索的作品到西部纪念品 不亦而足 还有令人兴奋的美食和购物目的地 沿河滨步道向南慢行 你可以找到四个西班牙传教区 他们成为边界定居者提供避难所 同时也是附近地区的官鸟点 在圣安东尼奥的所有传教区中 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市中心的阿拉莫地区 阿拉莫传教区现在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从市中心出发不远 你可以找到五个主题公园 50多个高尔夫球场和美国的最大的动物园之一等等 圣安东尼奥属富热带温柔气候 降水充足而集中在五六和十月 冬季温和时尔偏向温暖 这里的房价中位数为29万 生活成本指数为91.5 物价比全国平均低10% 他们的医疗保健指数为68.09 被评为良好 他也是南德克萨斯地区最大的医疗机构 南德克萨斯医疗中心的所在地 这里有18.1%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 第三名 亚里桑那州图森 图森是位于亚里桑那州 凤凰城以南的一座沙漠城市 具有从政的西南风情 美丽的索诺兰沙漠 蔚然沉浸的仙人掌 其中不乏美国西南部地区的标志性的植物 就是树形仙人掌 这些仙人掌灵形成独特的景观 像高低起伏的绿地 像潺潺的流水 像神秘的山栏 又像长青的空中岛屿 这里四面环山的地形 既可以驱车观光 徒步行走 也可以进行滑雪运动 图森是亚里桑那州第二大人口密集城市 几十年来 这里著名的冬日暖阳 树形仙人掌和落日余晖 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参观 另外 当地温柔的气候 轻松的生活节奏 惺惺向荣的视觉和表演艺术氛围 著名的美术馆博物馆 和西岭潮流的餐饮店 充分反映了当地生机勃勃的多元文化产业 这里房价中位数为32万美元 生活成本指数为85.1 相当低廉并且稳定 涂身的天气温暖 阳光明媚 夏天很热 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漂亮 由于这里的空气相对比较干燥 对老年人的关节非常有利 所以这一地区一直都是许多退休人员的聚集之地 他们的医疗保健指数为61.7 位于良好的行列 65岁以上的人口占17.6% 第二名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 格林维尔位于南卡罗来纳州 是一个温馨诱人务实的地方 市中心有瀑布点缀 地平线上的山景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而国际化的手工食品和饮料 这么足了每个人的味蕾 您会发现这里是一切都包含着舒适和轻松的地方 并与真正的热情好客融为一体 格林维尔既不是太大的城市 也不是太小的城镇 是您一直渴望的恰到好处的居住之地 这里有湖泊公园小径 以及聚乐画廊和精品店 现在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 可以为退休人员提供很多东西 包括低成本的生活 这里离北卡的边界不太远 房价中位数为35万美元 生活成本指数为95.1 由于地处南方 他们的天气被认为是温和的 你可以享受所有四个季节 这里有良好的医疗保健系统 指数为72.13 这里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为18.2% 第一名佛罗里达州 撒拉索塔 撒拉索塔一直是一个退休的热门地点 多年来非常受退休人员欢迎 而且越来越受推崇 问题是这里的物价比这个名单上大多数城市都贵 但如果你想在温暖的气候中退休的话 这个代价可能是值得的 撒拉索塔位于佛罗里达州中部 离坦帕不远 它拥有美丽的海滩和温和的气候 和佛罗里达州其他的地方一样 阳光明媚 据说这里偶尔会有飓风吸来 并吹走你的屋顶 但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退休之地 如果你想买房 这里的房价中位数为53万美元 已经不便宜了 据说以前在美国经济衰退时 这里的房价曾经很便宜 他们的生活成本指数为103.7 物价比全国平均略高 这里的医疗保健指数为63.87 也被评为良好之列 65岁以上人口 在这里占18.8% 他们拥有广大的退休社区 以上就是综合排名得出的 10个适合退休的地点 他们中有没有你住过 或你喜欢的城市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谢谢大家 下次见